哈喽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KPL春季赛的大名单已经得到官宣 内机的名单有了一些变化 首先就是长期占据名额的孟磊首次缺席大名单 然后是新人翼安和极光上榜 张角也最终确定担任主教练 关于孟磊之前一直都有传闻 甚至他自己都说过 那就是退役前一定会再打一场比赛 如今看来 起码春季赛期间他无法完成退役了 这也是孟磊第一次缺席大名单 至于原因的话很可能是秋季赛战队成绩太差 这次春季赛就换成全部能上场的选手 另外就是翼安和极光出现在名单里 他们通过自留签被A机留在了队里 两人之前一直都在A机清训 这样一来A机每个位置都有了替补 大家都有机会登场 这次春季赛辅助位置缺少了两个人 分别小北和最初 小北已经转回到老单爹战队 而最初只打了一个赛季 就要在A机养老了 有猫神和艾斯在 最初就不会有机会 最后就是张角正式回归A机主教练的位置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早在秋季赛的时候 就已经爆出张角回归了 他那的时候已经出现在A机休息室里 指点江山 按照张角的指教风格来说 轮换一定没有月光那么平凡 但是目前的队员对张角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尤其是九成和猫神加入A机时 张角没有在队伍里 所以教练和队员之间 也需要了解和融入的过程 就看张角能否让A机重回S组吧